準備到床, 一、二、三 小姐, 你聽不聽我說話? 你去哪裡不舒服? 我吃了一口, 喝了一口 因為不舒服, 被湯潤住 疼不疼? 疼不疼? 看著 我吃了 John, 你吃眼睛很和, 你是不是有肝病? 不和 你的肚子很像 我穿上衣服 你的肝皮比正常大, 有潔節和肝氾化的跡象 有很多肚子, 副皮曼德紗 我叫肝臟科同事來看看 打緊把握的臟 你肝臟的問題已有段時間了,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要緊, 我給你一些紙紙紙紙 我會把你送到肝臟科那邊 肝臟的同事會幫你做詳細的檢查 不用擔心 幹嘛敲我蝦臉?誰會生氣你? Dr. Wong今天下來修正 他說你約了前日定期檢查 結果沒去 你還小? 你還以為是十八、二十二的年輕媽媽嗎? 給你一個大聲公, 好不好? 我是醫生, 有分數, 過了, 進去 還過兩天, 你明天好去 如果你怕被人知道的話 我給你一個快老套拿上股產科吧 是呀, 我明天去了, 好嗎? 還有, 你別在成熟女人面前太年紀了 甚麼? 十八、二十二而已 誰是十八、二十二? 他說你 沒有…沒說話 對了, 蘇姨, 我替你在中央檢查 周麗娥的病歷 她兩年前因為乳型肝炎的原因 確診了肝硬化 三個月前, 她丈夫做過配對測試 體積和HLA都吻合 她丈夫願意捐用肝給她 但周麗娥無論如何都不肯接受 她們知道為甚麼嗎? 肝臟科的Dr. Lam說她甚麼都不肯說 不過我們聯絡過她丈夫 就是只要患者願意的話 她隨時都可以過來做移植手術 我想上去 你又來? 已經轉介到另一個部門前 有其他醫生負責的 她在我的手上轉上去 關心她很正常 知道了, 她不想, 我不會強行的 蘇醫生 周麗娥 我是剛才在急症室的蘇醫生 甚麼事?蘇醫生 我剛才跟Dr. Lam談過你的情況 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你先生的肝臟適合移植給你 你真的很幸運 如果你要排隊等施肝的話 我想十年你都未必等到 我不是跟林醫生說過 我不會要他的肝 你是不是擔心 你先生做完手術之後的健康情況呢 其實我們只需要他三分之一的肝臟 即是… 別說了 我的命我不用你這個男人救了 也許這樣, 你和你先生再談一談 他不是我先生 我兩年前有這個病的時候 他已經不是我身邊 跟我另一個女人在一起 他只不過是一個 還沒跟我簽紙離婚的男人 蘇醫生, 你也是個女人 你知道這個男人的肝臟給我為什麼嗎 他只是想自己沒有內疚 你打算用你的生命 去換取一輩子的內疚 你知不知道你的情況已經到了末期 除了移植肝臟之外 你根本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在這個時候 你去串流割尖, 值得嗎? 不用說了, 我不會做這個手術 醫生沒權, 逼病人做決定 不過我想提醒你 你可以考慮的時間不多 如果你想跟我聊天的話 你隨時跟姑娘說吧 他們會找我 你好好休息 想你去找我嗎? 我有個病人轉到光臟科 我去探望他而已 對了, Winsor不是發了病人給你嗎? 情況如何? 我剛才跟他治療完病毒 他腎腫瘤的繁茫很大 擴散到他的脊椎 所以會找YT談我的手術來做 好的 我剛才早上碰到Dr. Wong 他跟我說你不要去做定期檢查 喂呀, 你跟昇光是否在一起呢? 我有空會去的 有空? 你沒有空也要去吧 你現在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我跟Karen不是說過了三十歲之後 不要再有年紀嗎? 我明天去, OK?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吧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那就不會錯過每一條新片了